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默认的HR权限和地规的HR权限 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地规HR权限 其实啊 我们说啊 地规啊 在各种的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当中都比较常见 它其实指的就是父目录和他的子目录都同时遵守我的一个设定 或者说我设了一个给父目录设的HR权限 子目录和子目录里面的子能界全都遵守于我的HR权限 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我这里兄弟里有一栋宿舍 男生宿舍 我作为宿舍的管理员 那宿舍里面呢 有整个楼里面有不同的宿舍间 每间宿舍里面有很多宿舍的床 床上住了我们的学员 那这其实就是一期一期的 那超高呢 给这个宿舍定义了一个规章 也就是说 我给所有的学员都通知到 说你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不能乱窜宿舍 这个规则是我们的这个宿舍管理规定 那这个时候呢 我对这个宿舍当中 所有的新学员 我全都给了这个规则 那他们就会遵守于我这个规章之路 那也就是说 宿舍楼有了规章 每间宿舍也同样遵守这个规章 宿舍里的床也遵守规章 床上的学员也必须遵守规章 这其实就是低规 也就是指一级一级一级子目录 全都拥有这个规则 那放到H2权限来讲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用杠大R 后面跟的是目录名 当然我这里写的是文件名 没有问题 在理论当中目录也是文件 大家小心 后面只能跟目录 OK 因为低规嘛 指的是目录下的子目录 此文件 对吧 你要是给一个普通文件 分配这个低规章 才会报错的 好吧 那好 我们现在就说 其实我们上年课建的 这个project目录还在 那我干嘛 setfacr-m 又给视频群 给读和 给读和质询权限 给project目录 给project 这样做了坏事 好 这个命令 这样一回车之后 这个目录当中的 这个目录本身 视频群权就有权限了 对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目录当中 我进去 我新建几个新文件 abc bct 这两个文件 我再设一下 刚刚的这个 sr权限 把刚刚的权限再设一遍 但是 因为没有加低规 所以 这两个文件本身 是没有sr权限的 我刚刚因为只是给project目录 赋予了sr权限 因为这条命令的作用 对 那我现在想 不光要让目录拥有sr权限 目录里的文件 或者子文件 或者子文件家 同样都拥有sr权限 就需要用低规 那低规 就是很简单 给这个选项之后 加一个-r 小心 这个-r 不能放在前面 放了二回报错 只能在这个位置 Linux当中 一般的选项来说 它的前后位置 都是无所谓的 有些命令 放在这个命令的参数后面 都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这个命令不行 那这两下 我虽然只是设了project的 这个sr权限 一旦回车 就会发现 abc和bcd 也拥有了sr权限 但是啊 他们认为 这个文件拥有了 执行权限 刚刚是没有了 原因很简单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设了 这个sr权限 看 给视频用户 给了读和执行 所以这个用户 有了执行 他就认为 这里面有用户 有执行 有人觉得 这个权限过高 没关系啊 我们是不是讲过 这个 我们是不是讲过 这个mask权限 我完全可以 手工调整mask权限 把它的这个 执行权限去掉 那这样的话 就算是 金融户有 执行权限 他也不能用户 但是这个就是 最大有权限的 这个作用 我们讲过了 这里就不说了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个递规就生效了 就相当于 我给我站到宿舍 楼上喊了一句话 所有的在宿舍里 都听的 都必须遵守 我的规章制度 所以在宿舍里的 这些学员 都遵守了 我这样的权限 这就是递规的作用 但是啊 有点小问题 那如果我 又新包到学员 哎 对啊 超哥比较懒 不可能24小时 盯着这个宿舍 对啊 我回家吃饭去了 我喝酒去了 然后呢 来了新学员了 第二天早上 等我再回来一看 完了乱套了 他们不知道 这个规章制度 所以呢 出现了一些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好吧 那现在 A3全线也是这样 比如说 我新建一个文件 CD 大家就会明显的看到 看 ABC和BCD 有了A3全线 但是CD没有 原因很简单 CD是在 这条命令 执行之后 建立的 那也就说 如果只有 第一规选线 我每来一个新学员 超哥都要站到楼道里 重新喊一遍 说你们都要遵守 这个规章制度啊 怎么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 就跟那时候 国民党拉撞金一样 把拿个扣铜锣 挨着个子去敲 这个东西 想一想都会累的万死 那有没有 可以让我新来的学员 或者新出现的文件 也遵守A3全线的方法呢 有 这就是我们说的 默认A3全线 默认A3全线 它的设定方法很简单 前面只是 U加用户名加全线 只要在前面 再加一个D默号 D就是default的意思 默认 它的默认A3全线 指的是 如果给附目录 设定了默认A3全线 那么附目录当中 所有新建的此文件 新的此文件 都会遵守于 附目录A3全线 D规指的是 对现有文件 遵守A3全线 默认指的是 未来要新建的文件 遵守A3全线 那D规指的是什么 就是超哥说了 站到罗道里喊 现有的学员 他就会听见 但是新来的学员 是不知道 那默认就相当于什么 我把这个规章 写一个规章表格 贴到楼门口 这样的话 你新来的学员 只要看到这个规章 他就知道 有这样的规则 而当然这个例子 也不是太恰当 因为我们如果是 真正的贴一个表格 放到这个楼门口 不光现有的学员 原先有的学员 也会有 但是我们默认A3全线 不是 他只针对新来的学员 他现有的学员 必须要通过 递规的方式来通知 那也就是说 现有的学员 他必须他比较老油条了 他住了一段时间了 你必须把他揪到跟前 滴入耳朵说 他可能才遵守 但是新学员呢 比较老实 只要看到规章 那好吧 我就遵守了 他还没有 深得兄弟联的精髓 是吧 所以还不太敢去 乱创别的 同学的宿舍 当然这话不对啊 因为反正兄弟联 这个男女宿舍是分开的 绝不允许乱创 这让大家放弃 那我只是举例 只是举一个 不太恰当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看 默认权限 他的设定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在这个前面 加入D 这个D规可以不取消 不取消的话 也就是说 不光Project的目录 拥有了默认权限 这个目录当中的子目录 也拥有默认权限 它是可以同时用的 这个时候一旦回车 我新建啊 一个文件 D E F CD DF 回车 大家就会发现 DF 和ABCBCD 都有了 这个SHC 但是 CDE 还是没有SHC 为什么呀 因为CDE在命令前面 已经创建了 对了 因为什么 我们说 这条命令 或者我往上翻 这条命令 是针对现有的文件 设置SHC 但是 这个 这个CDE 是在这条命令之后 出现的 所以 这条命令 对它也没有作用 对 但是这条命令呢 但是这条命令呢 是针对 未来要新建的文件 设定下成的 也就是楼门口这个公告 那 但是CDE 又在它之前 是不是出现了 对 所以 这个CDE 是两边 两条命令都没它上 所以啊 除了它这个倒霉带 其他人 有可能是幸运者啊 其他人都必须遵守我的规则 它呢 落网之余 哎 这就是我们 A3权限的 这个地规权限 和默认权限的作用 大家需要小心 这两个权限 都只能针对目录 地规权限 它针对的是 目录下的子文件 如果赋予文件 文件是不可能 有子文件的 它会报错 对 默认权限指的是 这个目录当中 新出现的文件 或者目录 遵守A3权限 如果你给文件赋予 A3权限 它虽然不报错 但是没有作用 因为我同样 不能在文件当中 创建此文件 对 所以啊 小心 这两个权限 都只能赋予公路 那这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呢 我们把A3权限 就算讲完了 那这节课讲的是 这个地规权限 和这个默认权限 我们总共A3权限 讲了 如何查看A3权限 如何开启A3权限 如何设定A3权限 如何修改这个A3权限的 最大有效权限 如何删除A3权限 还讲了默认的地规A3权限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 by bwd6